女孩只是不小心将水晶球掉在地上 这才发现一条巨型鲨鱼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而下一秒 听到尖叫声的众人赶紧跑了过来 幸运的是女孩并没有受伤 但坚硬的钢化玻璃上竟然留下一圈深深的齿痕 女孩告诉母亲 深海里有怪物正在监视着我们 刚开始大家并不相信 以为这是调皮的蓝鲸蛋的好事 可突然窜出的鲨鱼竟然将它瞬间撕成两半 要知道蓝鲸可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生物 能将它一口吞下的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早在二百万年以前就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巨齿鲨 这种鲨鱼身长大约二三十米 体重更是能达到惊人的七八十吨 没有任何天敌的它被称之为海洋真正的霸主 可这种早已灭绝了几百万年的史前巨兽到底是从哪来的 原来不久前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 人类已知海洋最深的玛里亚纳海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海底 而是一种名为刘化青的云状物 科学家将这种云状物称之为海底的温月层 经过勘探他们发现温月层下面可能存在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也许这里藏着很多目前人类未知的惊天命 为了证实这方面的猜想 隐形富豪赤巨资在马里亚纳海沟建立了一所深海研究中心 他们派遣一支经验丰富的海底探险队 从一万多米深的深海底部开始出发 目的就是为了穿越这片温月层前往下面的未知世界 事情果然就像他们预想的那样 当无数枚照明灯亮起的那一刻 成千上万种未知生物展现在他们眼前 这里简直可以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这种惊天发现也让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一 科学家立即向海底投放了探测者一号海底勘探装置 这种装置可以无视地形帮助潜艇采集各种海底生物标本 看着眼前从未见过的生态系统 富豪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财富名誉正在向他招手 可偏偏就在这时 深海探探器却突然传来刺耳的报警声 雷达显示一个庞然大物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逼近 面对这种未知世界的奇怪生物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 只能将探测器灯光全部打开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将生物拍摄清楚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深海探测器就突然断了联系 他们本以为是山体滑坡导致的信号中断 可看着眼前四分五裂的漫游者 却又像是被某种动物刚刚咬过一般 为了保险起见 指挥中心命令潜艇立刻调整姿态调整方向 可当科学家发现未知生物朝着他们再次冲来的时候 却为时已晚 一次次的猛烈撞击导致潜艇设备悉数损坏 甚至就连几名科学家都当场失联 任谁都不清楚这次袭击潜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这三名科学家的生命体征依然正常 要想从一万多米的海底深渊前去营救 成功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现在已知能从这种深度救援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早已被断定拥有精神疾病的郭达斯坦森 他曾经独自一人深入水下一万多米展开救援 虽然他在危机关头救下大多数人 可仍然将一部分人丢在海底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后郭达声称当时遇到了未知的海底巨兽 可所有人都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因此他也背上了抛弃队友的骂名 无法接受现实的郭达放弃救援职业跑到泰国一养天年 对于博士请他帮助这件事上原本并不想去 直到他听说这次深海探险小队里面有潜妻的时候 郭达最终无奈还是答应下来 然而郭达还没就位他们就发现了新的问题 由于潜艇再次受到剧烈撞击 原本舱内充足的氧气目前只够支撑两个小时 作为生物学家的兵姐不顾大家阻拦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她也要立刻出发就会同伴 兵姐独自一人驾驶滑翔艇潜入深海 可万万没想到 她刚刚找到潜艇就遭遇袭击 兵姐赶紧调整姿态仔细查看 面对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海底深处 那未知的一切仿佛笼罩着她的内心 突然一条触手一面砸了 紧接着是第二只 第三只 原来是一头大王酸浆油将闪闪发光的潜艇当作了食物 那晚大的吸盘死死地抓住整个船身不愿松手 眼看滑翔艇经不住压力即将爆裂 大王酸浆油却突然冒出了紫红色的鲜血 那一个个吸盘也逐渐从滑翔艇晃晃滑落 直到她眼睁睁地看着一张大嘴叼着乌贼从眼前快速掠过 这才看到了造成一切故障原因的始作俑者锯齿沙 殊不知刚刚的袭击已经让滑翔艇的系统失灵 吃完乌贼的锯齿沙依旧还是不过瘾 接着她再次朝着冰姐的方向快速游了过来 就在那关键时刻 一颗颗照明弹突然从上空划过将锯齿沙快速引走 冰姐也只能趁此机会先行离开温月层 郭达依靠多年深海营救经验 精准地将两艘潜艇合在一起 当她打开阀门这才发现 下方潜艇入口早已被咬到变形 无奈之下郭达只能用焊枪将其卸下 然后用液压机将顶部钢管恢复原状 这才勉强把舱门打开 看到潜气精神饱满的那一刻 郭达颈动的心情终于释放开来 可万万没想到 她刚把妻子给救上潜艇 刺耳的警报突然再次响起 看来那条锯齿沙再次跟了过来 如果这个时候两艘潜艇被鲨鱼攻击 那么几人的生还几率几乎是零 眼看鲨鱼即将逼近 小胖果断关闭舱门 她把两艘潜艇强行切断链接 然后打开潜艇所有灯光 她想用这种方式和锯齿沙同归于尽 随着一张血盆大口一面咬下 一阵巨大爆炸响车整个海洋峡 深海潜艇也随着小胖一起化为尘埃 唯独锯齿沙却安然无恙地迅速离开 那两个幸存的科学家被救回研究中心 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就是刚刚的那场爆炸 瞬间将海底的温月层炸开了一道口子 而那条袭击潜艇的锯齿沙 竟然跟着科学家们一起来到了人类世界 她首先盯上的就是研究所最底层的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也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巨大的史前生物 看着那古老而又凶狠的眼神 似乎早已将她当作口粮 等大人们找到她的时候 女孩只是躺在地上不停发抖 嘴里还不断地呼喊着 有一个怪物 它一直都在看着我 郭达似乎也发现了玻璃上那惊人的齿痕 可问题是鲸鱼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锋利的牙齿 她不断用脑袋撞击玻璃好像是在向人类求救 而下一秒她就被赶来的锯齿沙给咬成两半 虽然科学家在郭达的指挥下启动了应急预案 可依旧还是晚了一些仅仅不到五分钟的功夫 不远处的海面上就遭遇了未知生命的袭击 等科学家赶到事发地点时 这才发现那三条船全都已经变成碎片 而那条刚刚袭击鱼船的鲨鱼却并没有走远 从这里不难看出锯齿沙的智商果真领先人类几百万年 这里似乎是一处陷阱 也可能只是一处诱饵 猎人正在远方默默地等着大鱼上钩 殊不知这次她选错了猎物对象 郭达身穿鲨鱼服 手提剧毒麻醉枪 她朝着锯齿沙的方向缓缓游去 真是踏破铁锡屋蜜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嚣张的锯齿沙在郭达眼前闲逛 却被她找准时机一枪精准射中于其 刚刚完成任务的菜鸟们激动得疯狂大喊 可换来的却是锯齿沙的突然袭击 郭达健壮赶紧朝着游艇方向迅速游去 可人类的游泳速度怎么可能和锯齿沙相提并了 幸亏好友眼疾手快启动游艇 这才将她从鲨鱼嘴里给夺了回来 就在那关键时刻 郭达从水中一跃而起跳上甲板 这才成功躲过了锯齿沙的袭击 第二步他们会把祭品毒药涂在捕鱼枪上 正常情况下仅需十毫升就能让一头虎精昏迷 二十毫克就能将她致死 而对于锯齿沙而言 他们决定用上满满的义证品 科学家们决定让兵姐拿着捕鱼枪 钻进一个特别定制的防杀鱼笼 等她下沉到海底深处 在周围撒上三百斤的牛肉内脏 本想用这种血腥的味道 将锯齿沙吸引过来将她一网打尽 却不料锯齿沙的聪明程度 远远超出科学家的预想 探测仪上明明显示她就在附近 可兵姐却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她的任何踪影 而下一秒 锯齿沙就好像是在打量着眼前的猎物一样 她并没有着急进攻 而是在笼子周围四处寻找着破绽 兵姐本想用骨鱼枪瞄上她的眼睛 可当她觉察到危险就快速逃离笼子附近 本以为她会就此放弃 却没想到她竟然会从另一个方向展开偷袭 整个防杀龙瞬间被她咬住疯狂拖转 那强大的力量把整个起重机都现场折断 混乱之中兵姐朝着鲨鱼嘴里射出一枪 虽然毒药已经全部进入鲨鱼体内 可效果却并不明显 彻底暴怒的锯齿鲨一口咬住人子 既然无法咬碎那就干脆将她全部吞下 就在那关键时刻 郭达二话不说 背弃氧气朝着锯齿鲨的方向一跃而下 她顺着钢丝想要上前营救兵姐 谁知疯狂的鲨鱼还在坐着垂死挣扎 她拖着整艘游艇流向前方 起重机不堪重负当场锻炼 虽然龙子从鲨鱼嘴里暂时逃脱 可兵姐携带的氧气却因此急速泄露 幸运的是郭达及时帮她打开牢笼 这才避免和起重机一起坠入深海 殊不知此时的锯齿鲨并没有善把甘休 她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二人张开打扣 多亏背起上背钢索拦住 这才让他们险些逃过一劫 随着毒药在她体内逐渐扩散 这个活了上百万年的锯齿鲨也终于隐恨西北 等兵姐再次从昏迷中醒来 那头鲨鱼已经被科学家吊在船上 他们兴奋地和这个史弦巨兽一起合影 甚至还在她的血盆大口前大胆拍照 鲨鱼的突然晃动 将胖子吓得直接掉进海里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大家都笑她是个胆小鬼 可胖子还在海里不停嘚瑟地想要发个朋友圈 然而下一秒 一头更大的锯齿鲨瞬间跃出海面 咬住了游艇上的那头稍小一点的锯齿鲨 从体型上看来 他们花费一切力量捕获的竟然只是个未成年 那个成年锯齿鲨稍微摇摆身体 就将游艇彻底掀翻 将近半数的科学家当场成了她口中的零食 幸运的是他们船上装有两艘快艇 这才让剩余几人逃过一劫 可他们依旧低估了锯齿鲨的聪明材质 从刚刚的事发地点到这里足足有几十公里 锯齿鲨就这样一直跟在后面不愿离开 好在富豪及时调派直升机对她不断攻击 这才让锯齿鲨暂时放弃目标朝着其他方向流去 这天晚上 富豪偷偷组建偷猎团队 他们携带上百公斤深水炸弹 势必要将这个怪物彻底消灭 为了保证所有成员的安全 他们距离很远的地方遥控直升机朝着水里投放炸弹 难道那头远古巨兽就以这种方式隐恨西北吗 富豪的谨慎态度也让队员们很难理解 毕竟投放这么多炸弹的情况下 就算是再大的鲨鱼也都会被炸成碎片 可万万没想到 富豪来到尸体附近这才发现他们猎杀的竟然是头鲸鱼 而那头狡诈的锯齿鲨刚好藏在这头鲸鱼的身体下面 等人类将鲸鱼炸成重伤 他好坐享其成 富豪做梦都想不到 只是一个不小心 他变成了锯齿鲨的餐后甜点 当基地人员知道富豪昨晚的贸然行动后 他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 毕竟是他们亲手让这头上古巨兽重现人间 如果现在不将它彻底消灭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人类葬身沙口 团队人员这次做好了冲顿的准备 他们根据鲨鱼身上的定位系统 很快就分析出了鲨鱼下一步的袭击地点 那就是来自东方大博的旅游圣地三亚万 这里的游客密度在全球都能号称首屈一指 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一只小狗不顾主人的吉利呼喊 刚刚学会游泳 他就朝着远处的深海游去 当他看到远方巨尺沙出现的那一刻 小狗也只能使出吃奶的净拼命朝着身后的主人游去 直到现在近海的游客还没发现失态的严重性 巨尺沙潜伏在海底深处 审视着海面上那根本吃不完的自助餐 那庞大的身体将小船的铁毛拖向深海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那一瞬间成千上万的游客拼命地朝着岸上狂奔 现场所有人都开始疯狂逃窜 有人爬上福台 有人拼命踩着水球 鲨鱼发疯师地开始疯狂攻击人类 任何较大的目标在他眼里都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就当游客们马上就要绝望的时候 科研团队终于赶爆 他们用生乱模仿鲸鱼的声音 成功引起巨尺沙的注意 看着急迟而来的巨尺沙 郭达和冰姐早已做好了猎杀的准备 也许在深海之中巨尺沙可以轻松咬爆核潜艇 可对于潜海中灵活的滑翔艇来说 巨尺沙仿佛失去了体型庞大的先天优势 郭达在密布的珊瑚礁中不断躲避 冰姐趁机对着鲨鱼正面来了一发深海淤雷 虽然这种伤害足以炸碎几头鲸鱼 但对于皮糙肉厚的巨尺沙来说 却根本没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冰姐继续闪动着灯光吸引鲨鱼 直到将鲨鱼彻底激怒 郭达此刻突然爆发了他的小宇宙 这是人类科技和远古巨兽的正面对决 咬住郭达的潜艇 那锋利无比的牙齿加上巨大的咬合力 瞬间将那潜艇面罩咬穿 眼看钢化玻璃即将被鲨鱼彻底咬烂 在那关键时刻 郭达带上潜水装置 然后一脚踹碎玻璃 他抽出滑艇中央的备用鱼叉 对准巨尺沙的眼睛狠狠地刺了进去 鲨鱼吃痛带着郭达冲出海面 郭达依靠惯性将整根钢叉顺的 他的眼睛全都刺进了巨齿沙的脑袋 一人一沙双双跌入海中 那浓烈的血腥味道很快就引来了更多大白沙 他们风一般地砍食着这个曾经作为海洋霸主的远古巨兽 海面上终于再次回归平静 随着巨齿沙缓缓跌入海底深渊 一条幼年巨齿沙从他的嘴里钻了出来 人类对未知的探索永远不会停止脚步 但希望那只是单纯的科学研究 而不是以科学致名将自己的盗猎行为说的冠冕堂皇 更不是为了一碗鱼翅汤将大自然的生命是做草剑 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也是我们人类永远的必修课